穿著白色上衣的女子 坐在銀行櫃台前準備要匯款 不過她一邊辦手續 一邊卻在滑手機講電話 圓景驚覺有意 上前關心 這才發現女子被詐騙了 先生 我知道我把她當成的朋友 我現在不 然後我現在已經要投 最早我就說要收出去 你讓我做個有信用的人 不管 我知道你們現在一直在阻止我 女子不聽勸 還是打算要匯款 還要圓景不要阻擋 因為她想做個有信用的人 圓景正好輪番上陣 繼續趁說 落包子搭給我去誤會的東西 我們這個苦口婆心用的勸的 那你清醒 你真的明了 要不要喝水 你先清醒 冷靜 圓景們苦口婆心勸了一個小時 女子才總算清醒過來 她先生 我其實 我剛剛跟女子訪問 其實我是最近才認識她的 因為民眾都很迷失掉 她不出這個框框 原來女子一個月前在LINE上頭 認識一名自稱40歲的香港證券公司經理 這名男子時不時就會穿穿西裝 開名車打高爾夫的照片給女子 塑造高富帥形象 還稱即將在台灣開分公司 希望女子能投資香港股票 更說投資1萬美金就能獲利10到30倍 女子信以為真 跑到銀行打算匯款 都已經親密到說已經稱呼老公老婆了 就已經有跟她承諾說 她這部分會來到台灣 就會兩個會在一起 高富帥經理講得天花亂墜 女子一方面以為有高額獲利 另一方面還能在男子外派到台灣工作期間 跟男子見面約會 差點就落入詐騙現金 這位王宇晟老師韓 台中報導 叫做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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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